讲历史故事 说历史人物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历史上的每一天 我是爱讲历史故事的阿峰 今天我们来聊聊摄影师不经意发现了慈禧什么癖好呢 这又跟咸丰皇帝有什么关系呢 慈禧虽然是掌握朝廷生杀大权的老佛爷 但同时她还是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女人 慈禧也有一颗爱美的心 这一点跟大多数普通女人是一样的 慈禧在穿着打扮上非常讲究 可以说是极尽奢华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慈禧太后身边的女官玉戎玲是怎样描述慈禧太后的穿着打扮的 慈禧的衣服 首饰 衣料 绣花鞋等都是分门别类的登在册子上 平常用的和临时赏人的物件归内裤 有两个太监总管和四个首领共同管理 慈禧花在衣服上的钱不计其数 为了穿着打扮 慈禧从来不吝啬花钱 根据《清宫史书》记载 慈禧每年做衣服要使用各色绸缎纱罗衣料160匹 而且每一件衣服的颜色 纹饰 绣工都非常讲究 在做一件衣服之前 工匠要先请画工画出样式 呈给慈禧观看 然后经过他的意见反复修改才能开始定做 光是给慈禧太后做一件衬衣 就要花费白银360两 慈禧的暧昧不光体现在衣服上 对于各种珍宝首饰更是爱不释首 玉德玲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太后把我带到她的珠宝房 房间的三面墙都是一格格从地上到屋顶 排得整整齐齐的木架子 架子上都是黑檀木匣子 里面装着太后三千多盒的珠宝 摄影师发现 在这些照片中 慈禧太后的衣服 首饰经常更换 甚至一天能够换几套 但是慈禧的耳朵上 有一对不起眼的小宝珠耳环 却从来没有换过 慈禧拍照时一直都戴着 原来这对小耳环是慈禧当年刚入宫的时候 咸丰皇帝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慈禧不舍得摘下这对耳环 一是因为这是咸丰皇帝对她宠爱的证据 也是她得势的资本 通过这也可以看出 慈禧对咸丰的爱是真心的 相信咸丰皇帝如果地下有之 应该也可以明目了